来 如果你是学霸 那么今天这种解方程的方法 你一定要学会 这种方法在初中叫对偶法 在高中和大学叫共恶法 让我们解这个方程 直接平方好像不太行 这时候怎么办 A加B这个式子 它的对偶式或者说共恶式 就是A-B 我们可以通过摄出共恶式 或者说对偶式来解决问题 那咱们就新设一个Y 就让Y等于根号下X-X分之1 再减去根号下1-X分之1 写成这种形态之后 研究X和Y的加和 以及X和Y的乘积 X和Y的加和X加Y 不就是二倍的根号下 X-X分之1吗 而X和Y的乘积 就变成了这两个式子的和 乘以这两个式子的X 那就是平方差公式 一成之后 那就是X-1 由下面这个方程 我就可以把Y用X表示出来了 Y不就等于X分之X-1吗 也就是注意 1-X分之1 把这个式子给我带回去 我们就得到了 注意换一下位置 X-X分之1 再减掉二倍的根号下 X-X分之1 最后的这个加1写在最后面 等于0 这个东东它不就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吗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根号下 X-X分之1 在-1的平方等于0 也就是说括号内的部分 一定就是0 那么也就是根号下X-X分之1 等于1 解这个方程 大家都会解 两边一平方 解一个分式方程 完事了 最终的结果 X算出来有两个 一个是X等于2分之1加 跟号5 一个是X等于2分之1 减跟号5 但是注意 已知条件中 X等于两个非负的式子之和 所以X必定是个大于等于0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 只有它 大家学会了吗 小哥